西冰老菜发生山海蹄包 名不虚传 这是跟冰定的菜 你干嘛给我吃了 你做的发生蹄包 暖烂入味 真的好吃 管愿你也在吃啊 没事没事 我再去做一份 提到我拍一份 那我把所有的做法都教给你们 嗯 我来帮你 不能白吃 走 这道菜是我们西冰的老菜 过去想学这道菜不努力 这泡在温水里面 用干湿球把上面给它刷干净 红区块加上酱油 把它调匀 直接抹在提包的面上 换旁边晾干一下 油温升到七层 把提包完全去炸 炸到上色 把皮给它炸中 炸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撈出来沥干油 把炸好的提包放在开水里面 撈掉油脂 焖热 锅烧热换点油 把姜黄鱼给它冰箱一下 倒入沐浴缸 干贝 夹干 蚝干 给它炒出香味 给它去掉腥味 喷入料酒 倒入香菇和猪龙菇 继续煩炒 全部炒完 给它倒出来 焖热 把骨头给它取出来 拆出来骨头不要丢 好 这样拆好了 把刚才炒好的干货 给它直接塞进去 用纱布给它包起来 焖热 锅烧热换点油 盛香给它煸一下 放入香菇 桂皮 八角 干辣椒 继续煸炒 放入黄豆酱 给它炒出香味 喝了料酒 倒入开始 倒入生抽 热抽 热抽 蚝油 放入冰糖 放入盐 加入红薯水 放入包好的铁棒 放入葱茄 烧开后倒入高压锅 骨头放进去一起煲 定量的白酒 蒸香 蒸鸡黄 转中火煲半个小时 时间到了 给它换个面 再压三十分钟 好 时间大 少了 把它解开 把卤汁给过滤到锅里面 加点糖花 打点薄切 开大火给它收汁 最要淋点芝麻香油 把汤汁淋到上面去 又有的汁 又有的血 每次投放d线